哈囉大家好我是Alan 前幾天玩的 線上阿瓦龍的資料 那我在這邊做線上分析給大家看 好一開始我是拿4加刺客 然後20是我的隊友 那一開始先說一下這個開局其實不錯 玩壞人的時候千萬要注意一下位置這個很重要 好首先第一個我是4加 有時候有人要洗回家的時候4加很容易被衝過 接下來第二個如果我不被衝過 那5加過完之後10加是尾派他是第二個尾派 所以原則上一二局通常有高機率可以拿到兩通 再加上因為線上的湖中是隨機的 剛好湖中到2號又是我們的隊友 所以這個開局對壞人來說啦幾乎是 近乎完美的開局 好那我們就來看 1加派159 之前召集在某一集也說過其實12加派的時候並不是這麼重要 因為他們有可能雜魚隨便派而已 還好 那 線上阿瓦龍裡面都是廢話啦所以我也沒有什麼好講的 2派256 然後3這邊派345 好首先第一個3派345的時候 原則上就可以先把他刪掉是美齡了 因為第一個他派拇指 第二個他把拇指 又加了維加加進去 如果這個過了 那派系是絕對不會相信他 所以這個 也很難是美齡在躲次啦 然後有趣的是123在這個時候都疊5加的票 那因為我是壞人我知道 我知道5加其實對我來說不是壞人 可是有可能是奧博倫對不對 因為2加在不知道5加的情況下他覺得5加是好的人隨便疊一疊 是有可能的 那我4加 我不想要跟前面人做連結嘛 對啊我是被抓壞 要是有連結我一次就被抓這麼多壞 所以我在4加的時候我會考慮派我不一樣的組合 尤其是要把5加拔掉 給其他人更多的選擇 而且也可以跟前面做這個 派票上的區別 好所以輪到我派的時候我派了468 那其實我只是挑掉5加 因為前面 9加有人派過嘛 那我回派的話感覺蠻有身份的 所以不能回派 那我派467468都好 喔然後這個地方7號我莫名其妙突然間挑派了 其實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要挑派很奇怪 然後他上面後完間就有說他要給5加尾派 那這個時候其實他就被我注意到了 因為他為什麼要給5加尾派 為什麼不能私家過對不對 好那我就給了468 做區別而已沒有什麼差別 然後5加派了 257 7加挑派C嘛 那他可能覺得2加是好的人他派了257 好然後過了 過了的時候那對我來講 2號有可能是莫幹达或是莫德不一定他的場 很合理 6加這個時候做3加1 那他做3加1的話 對我來說當然是 我可以反對的 因為呢我可以反對 那可能是10加派 第二個是我如果要外白我可以外白7加 外白7加有好處 第一個是他都跳派C了 那我身為一個好人 外白派C很正常 第二個是如果7號這邊被我外白過了 尾派又是2號 所以我是不是還可以拿下第2局或第3局 所以這個地方6一定是黑的然後 可以有機會考慮再7外白 然後這個時候10加莫名其妙跳派C 然後說7號 是假派C 那這個時候我就會覺得10號是莫幹达了 因為10號各位沒進任務嘛他如果是莫德他跳出來送幹嘛 他如果是莫德沒令人覺得他是好人那給10加尾派 未常不是一件壞事 對吧 所以他這個地方跳出來送 那 只能判斷說他應該是莫幹达這時候想要亂局 然後2號是莫德唱得好好的 那反正6號這個時候派5672 我覺得3加1他自己 好這邊很好玩的是 這邊竟然被衝過了 100也棒擺 好這邊我就 其實有點問號我剛剛原本注意7的嘛 可是這時候100也棒擺讓我覺得很怪 但是如果2號是莫德的情況下這外白很正常 好 所以這個地方果然出壞了對不對 看來是2號出了 而且2虎5說壞人 我那個時候其實在想說 因為我不知道2號的水準怎麼樣 我覺得他虎5的話我可能說他如果說好人那他就一定是壞人 對吧他如果說5是好人那5會進去2不一定會進去 可是他這時候2虎5說壞 他是莫德的情況 梅林完全不知道2跟5誰是壞人 好所以我覺得他虎5說壞是一個不錯的決定 好這個時候輪到7加就是剛剛自己挑派的人 他派了 3 6 7 9 其實這個地方非常非常的詭異 為什麼呢 來大家看一下 好 這個是2-1的派票 好2-16加3加1對不對 3-490黑 好對7加來講 10加因為跟他對鋼所以10加海底會認為是壞人 3-4-9裡面 只有我有拇指 3-9都沒有拇指 他把3-9直接選進去然後 不讓我進去 接下來1-8他都不給 對他來講10加已經是壞人了 因為他跟他對鋼 10加是壞人 2-5裡面有一壞因為25壞 這邊已經兩壞了對不對 如果他覺得1-8都是壞人 那3-4-9是不是全好 因為4個壞人都出來了嘛 那如果1-8只有一個壞人 那3-4-9裡面 還有一個壞人 所以在我的立場我一定會覺得他選3-9 是怎麼樣如果是好人他選3-9一定有一個壞人 所以我在這地方絕對不能開白 那如果我是刺客立場我就會 我就會覺得這個人很生氣啦 為什麼他知道3-9沒有拇指 在3個黑裡面他不選我 所以這個地方我幾乎會覺得他是美靈 10加在這時候台跳派系 他前面只是就是懷疑他 那沒關係他這個就是出來亂局的嘛 然後我那個時候也是極力的 極力的再用這個理由去跟他講說我不能開白 然後這邊8加說257三下 所以8加也不會是美靈的嘛 然後我覺得這個地方10號保五其實是非常非常的不好 為什麼 因為10號有身份他其實知道5是好人他知道20壞人 所以當25說壞的時候他保五 是不是告訴別人5是好人 這10號自己會進去嗎 不會 這下好了全世界都不會給2跟10可是會給5 這是壞人一個非常常犯的錯誤 也就是因為因為我想要 保一個好人 來讓別人覺得我也是好 但其實這是錯誤的觀念 因為我保了那個好人 那那個人就是好人 那我怎麼樣我就不會進去了 因為我有能力我知道那個人是好的 可是別人不知道我啊 所以我只能開白 可是我不會進去 這對壞人來說是一個非常非常常犯的錯誤 所以你在保一個人的時候千萬要記得 你保了那個人你到底能不能進人5 如果你不能進 那你不要去講這種話 你就說25雙下就好了 人家2都做球給你 你還要去保5然後把2踢掉 這個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 然後7加都是很愚悶啊 都不聽我說的話 好然後等一下可以給大家看一下我 給大家聽一下我這邊說的語音 我這邊在用邏輯 去 摧毀別人對起家拍票的那個信任度 如果對你來說 10加跟你對抗是壞人 25還有1壞 這樣就兩壞了吧對吧 然後兩個外白的 兩個外白的都是壞人嗎 如果 如果 如果是1好1壞的話 你可以看8或1的派票吧 然後那如果你覺得18都是壞人的話 那剩下39都是好人吧 所以你應該要選個立場出來吧 那你如果覺得裡面18有壞人的話 在我的立場我怎麼可能讓3過嗎 好然後8加就派了一個 8加派了5789 因為對8加來說 好已經有人把5了他給5 這就是我說的 他給了5因為他只好5是好人 他會不會給10 不會啊 然後接下來 7號跳派西他選派西 派西保9號他給9號 這很合理啊 所以8加派的我覺得其實不賴 好然後 但反正沒過 這時候9加 可能覺得我講的很合理 他就給我了 他給我的時候7加超神奇 因為7加那個時候一直在說9加要過 這邊好玩的 7加說9號要過 對不對 剛剛不是說18外買的友誼壞嗎 那為什麼是9加要過 不是1加可以過 表示他知道1加是壞人 所以1加是奧伯倫 所以這個時候9加那個時候一選我 7加馬上說 啊這邊 已經會掉啦不要 不要擺啦所以不要來一定會掉啦 這樣子 我那個時候就直接嗆他說 你剛剛說9號要過你現在又說不要過 你現在到底想怎樣 這邊就是 這個他自己露出破綻 然後讓壞人去很 簡單的抓他的邏輯 活動 因為他剛剛說9號要過啊 那現在9號選我了又不要過 那表示你知道我是壞人囉 可是 沒有人知道我是壞人 只有你知道啊 為什麼你現在說不要過 弄大概一頭霧水 你看就連壞人 都覺得1號好像可以過 為什麼 為什麼他說9號一定要過 1號不能過 很怪吧 那接下來 10加派的就不是很重要 不理他 好接下來 1加就派了一個 1加我也派了嘛 他就派了一個1679 那這邊一出一個壞就又證明他已經知道波倫 然後這個時候好玩了 5中竟然5回 5加去驗10加 因為那個時候 1加終究是包了7加 然後7加剛剛自己出了很多漏洞 而且這邊又出壞了 所以他那個時候 剛剛不是說10加條牌嗎 他就去驗了10加 然後才發現 哎呀原來10加是壞人 這個時候全場一定是親戚了 但這個時候5 就被刪掉了 好這邊是 保護局 所以保護局就 所以我其實隨便派都會過 那就不多看了 好這邊是我最後一波 這個必美0的方法 好 剛剛不是派35679嗎 對吧 我現在把5改成8 好為什麼 因為全部人都已經抓 124是3壞了 如果我是好人的立場 2已經是壞了嗎 他虎5是壞人有沒有可能 壞虎壞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然後接下來在第2局的時候 18兩個外白 會是雙壞嗎 看起來不會是 會是良好嗎 一定也不是 因為伊斯奧波倫 所以8一定是好人 所以如果我是好人的話 我就會去懷疑 255是壞虎壞 所以8一定比5好 所以我不給自己 我給36789 這個在我是好人立場 這一定是全號組合 而且應該對其他人來說 也應該要是全號組合 所以這是我最後一波 B沒0的方式 好 那我這邊 就這樣給了 並且我也這樣說明了 5加這個時候出來質疑我說 那你那你自己呢 你自己是 你自己是好人 你為什麼不進去 這就是一個非常 不太有 程度的質疑方式 因為 我是好人 但是我從頭都沒拿到票 如果加我了 會過嗎 不會過嗎 那我是壞人 我又沒進去 可是我給你們選好 那有什麼問題勒 而且我剛剛講了 如果我是好人的立場 我一定會覺得 255是壞虎壞 所以8加一定比5加要好 所以我判36789 我好人啊 我做最保險的 我做最保險的 我根本不用進啊 36789是不是一定比35679 好你們自己想 18兩個都是壞人嗎 兩個外擺的都是壞人嗎 如果都是壞人的話 34678都是好人 對吧 所以18一定有一壞 18只有一壞 然後11是壞人的情況下 8一定是好人吧 25524 255的話他是壞人 也沒可能壞虎壞 反正5第3局有沒進 合理吧 所以36789一定比35679還要好啊 我這場的立場一定是這樣子嘛 我們都不用進吧 我跟5都不用進吧 沒有差吧 我講完之後3加就說有道理 好5加這個時候 一定要派自己 他派結果只有579 579白真的是還蠻好笑的 然後這邊 6加就很浮誇啦 他直接派一個4的話不知道在幹嘛 我覺得他這個地方是故意想要做一個 他是美齡他在亂 他要故意選之外 一個浮誇的手法 讓人家以為他是美齡他在玩 不然他沒有理由 快這樣 可是基本上 我應該也不太想會理他 然後最後7加 7加已經沒有全部認好人 而且還是能力者 這邊他真的很浮誇 他就說好 那我不給我自己 我保5加一定是好人 因為我那時候咬5加 他說我保5加一定是好人 我要給356 356 89 連他自己都 連他自己都不要 因為他說 他說如果 只有他的話 那這樣原車不會過 外面不會外白 然後我就跟他 我那時候跟他講說 可是你派36789 我會幫你白啊 對不對 你幹嘛 你如果是貼好你幹嘛不帶自己 這真的是一個跳出來送你知道嗎 浮誇到一個極致 所以有時候能力者 你真的不要做那麼浮誇 然後接下來這邊就過了嘛 我們來聽一下 當初聊到的過程 雖然我覺得 雖然我覺得9號在他那時候派我有點浮誇啦 我覺得9號那個時候有點故意說實在的 有一種直覺想要吃他 不過基本上 不過基本上還是想吃7 因為他18裡面 他18裡面直接挑 18裡面直接說 1號不能過 然後在3個內反裡面直接挑3 3個內反裡面挑2個然後直接把我拔掉 這把能力全開還是怎樣 而且他如果是派西 到他之前 到他之前如果沒0啦 1已經不是了嘛 1 2不是 3給345 3給345他怎麼不會覺得我是好人 如果3是沒0的話 所以3也不是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 然後2是莫德沒有錯嘛 2虎5的話所以他確定 莫德在裡面啊 所以6一定 6一定貼好嘛 對他來講6 9也貼好啊 對啊我不覺得 假設他是派西啦 假設他是派西 前面根本沒有沒0給什麼資訊吧 對啊那如果是 如果前面沒有沒0給資訊 後面 有什麼嗎 後面如果9是沒0直接派我 然後8 8幹嘛 然後8就派5 8也沒有照他派啦 8鐵定3是鐵好嘛 他也沒有照7派 所以我覺得 如果他是派西沒有人是沒0 我是覺得6派西7沒0啦 史莫甘娜吧 因為6在中間有懷疑7跟10 吃了喔 好所以如果你剛有看對話的話其實你會發現全部的壞人 都覺得7是美0 那7這個地方其實就打得太 這能力全開你知道嗎 其實美0沒有必要打到這樣 雖然說這個開局對好壞人來說幾乎是87%的完美開局了啦 可是美0這樣打 我也覺得不太好 沒有必要這樣吧 因為畢竟武家是 好人嘛 他可以先讓武家派派說不定武家一個神派他連跳都不用跳 對吧 好那 這就是 以上就是這一局的解說 我們下次有機會 再來看有沒有哪一局可以講囉 大家掰掰 我們馬上記得吧 下次再見 感谢观看